今天很難得,我們有機會在這裏, 想和你分享一個我最近想的東西, 大家有否聽過有一樣東西叫做Mood Food, 情緒飲食,情緒食物? 哪有聽過的? 想和你分享一下,其實很簡單, 這裏有這麼多位,有哪位想開心點? 個個都想,就是這麼簡單, 原來有句話叫做You are what you eat, 你吃蚊就會變成怎樣? 講一個真人真事給你聽, 很多年前我太太認識了一位街坊, 其實是我女兒讀幼稚園時,她是同學來的, 這位你可以叫闊太, 我太太發現她常常買牛扒, 買很多牛扒, 她說你喜歡吃牛扒嗎? 她說不是的,我老公要吃牛扒, 你老公要吃牛扒, 我太太心就說,你很快做寡婦, 又是這麼吃法, 為何你老公吃這麼多牛扒? 她說其實你不知道, 她如果不吃牛肉, 她就沒有一份工了, 為什麼會是這樣呢? 就是這樣, 吃牛肉的人將會打打打嗦, 豀殺就是這樣, 牛肉的又不知機恩還是什麼, 裡面就使人很侵樂性, 侵樂性那種。 大家知道昂平那裏未有保莲寺 很多年前,未有大佛之前 常常去那裏过夜,去那裏静 现在没得静,现在有那麽多游客 发生什麽事呢?下次你留意一下 那裏有几条村,很多寺庙的 那裏的狗是跟外面的狗是完全不同的 不多废人,很纯的 就是这样,狗原来是杂食的动物 即食肉也可以,食素也可以 食饭是你给肉吃,狗就很饿的 你给素吃,它就很纯的 我想起一件事,就是有一次我在海南岛 跟鸭仔团,很少跟的 不过那次是因为要陪人家去 陪人家的白武那些去 就去,迫着去参观一些 那些叫做野生动物园那些 那裏就有一些黑红人,很大隻那些 整个人都站上来,又说很凶残 我经常听到美国又久不久又说有些黑红又咬死人 那我去那裏参观那些红就出来了 他们就说,你买一些去喂它,你猜是怎样呢 那麽长的木匙羹,上面放一个番茄 你想象一个番茄,你买了很便宜的 5毛钱人民币那时候,一只 堆进去那裏,隔了一个摄丝网 那只红就拿来吃 为什麽我印象那麽深刻呢 我真的觉得很奇怪 那裏的红呢,黑红呢? 他说,纯过我家的猫,和我心目中的红是不同的 很纯,很温柔,很好客,好似想笑那样的 一点都不凶残的,那我就问那些管理员 我说,那些红是吃这枝东西的吗? 他说,是很贵的嘛,四枝便宜的嘛 他就这样回答我啦 那我就明白了,那些红人如果吃了这枝东西都纯了 肯定是这样的 我有些朋友都是的,他养狗那些 你分得出的完全 即是说,你如果是吃肉呢 尤其是吃牛肉那只,就是很有侵略性的 很有攻击性的 因为那些动物本来就是这样的 但真是牛也不是的,你说起来 但是就是,肯定是有这样的效果 他们相信,即是我的太太那位老友相信 就要这样才可以做到她老公做什么呢? 是一间航空公司的总裁来的 就是CEO那只 他就相信做领导就要说的,其实现在不是 最近这十几二十年大家都知道 新一代的真正的领导人,成功的创业家 温柔敦厚的,非常之阳光,非常之阴柔 是混合体来的,不是靠靠杀杀杀杀杀 我回回自己,你现在认识长歌呢 就是很幸运,因为我以前很认真 时常跟人吵架,吵架的那只 我到大学的时候,后来初出道的时候 我自己都知道不好的,我好朋友 他说你做人不要这样,好心你 都没有需要得罪人,你就得罪人 明明你的看法不同,那你講你的看法就算了, 那你不要去秉人, 抹了臉,那何必呢? 原來我一個人是這麼討厭的, 我是很對抗性的, 當然是我適合的, 當然是錯,不用問那一隻, 你講什麼呢, 我就是要跟你砌的, 我就發現, 我真的, 我三十多年前開始吃素, 吃了素之後, 是沒有了那種殺氣, 那種對抗, 那種心態, 沒有那麼討厭, 好人很多, 阿詹索愛斯那幾十年, 是不是越來越沒有那麼討厭呢? 越來越純, 即是那隻純, 就是這樣, 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 原來營養學家已經研究到, 你吃這些東西就很累的, 你吃這些東西就很猛疹的, 你吃這些東西就很悲傷的, 你吃這些東西很絕望的, 你吃這些東西就會很妒忌的, 吃這些東西就會很興奮的, 吃這些東西就會很精神, 在過去這幾年, 我自己剛剛現在, 完全吃生是十年了, 即是, 我從二十幾年前開始吃生, 一路越吃越比例越高, 十年前, 我就開始越來吃生, 我發現, 吃了生之後, 我很多事情沒有想過, 其中一樣就是, 原來我們是可以完全控制自己的, 你知道什麼叫狀態, 以及Performance, 就是你的表現, 什麼意思呢? 我知道, 明天我要踩足十四個小時, 我們那行是要的, 如果你不知道, 我以前是做專業的, 即時傳業的, 培訓, 帶人去做那些事情, 可以由早上八點多上班, 做到晚上十一點, 是不停的, 以及是不能休息的, 我經常說, 我們那行, 即時傳業, 你駕駛飛機747, 大部分時間都不緊張的, 對不對? 因為是自動飛機的, 但我們那行, 就是五秒鐘你都不可以遊運, 不然你就沒有那句話, 接著就不知道要說什麼, 一路是極度的緊張狀態之下, 專注的狀態之後做, 我可以做十幾個小時, 如果你吃東西, 你不會很累, 你就衰硬的了, 你會失憶, 你會聽不到什麼, 我現在就是了, 如果明天我要踩足十幾個小時, 我今天就吃這些, 不吃那些, 如果我是想明天, 如果有人來踩場, 要跟我對決, 我要說服他, 我會吃這些, 如果我想今晚睡少一點, 我會吃這些, 原來就是這樣, 總的來說, 食物分為了兩類, 一類令你開心, 令你舒服, 令你情緒平穩, 令你精神, 這類是印度人, 就叫做月性的食物, 月就是快樂的月, 月性的食物, 另外那些, 就是令你墮落的, 令你火爆的, 令你很低層的, 它叫做那種墮性的食物, 其實主要是分這兩大類, 你說想開心, 你想人緣好, 你想這裏, 轉Turbo的狀態, 那你要吃些月性的食物, 譬如我舉個例, 這個沒有專家講過的, 沒有書提過的, 但是我自己發現, 你想不想, 有些狀態有些時間, 譬如你要見老闆, 或者明天你要做Presentation, 你想不想這裏Turbo, 即轉得很快, 很Sharp, 或者你要露震盪, 或者你要開一個很重要的會議, 那現在長哥給你一個提示, 你吃一碗, 普通碗, 吃一碗什麼呢, 你猜, 吃一碗芽菜, 生吃, 你沒有想過, 我是說綠糖芽菜, 那些, 你拌什麼吃都不要緊, 不要拌那麼複雜, 最好就是這樣吃, 要不然, 你拌少許醬, 或者什麼都好, 什麼醬, 那些, 原理在哪裏呢, 就是因為裏面, 是有超高的酵素, 那些酵素, 是令到你的腦, 是很Sharp, 很敏銳, 反應是很快的, 有時候我們需要這樣的狀態, 那我就吃那些, 如果我不開心, 我會吃一些所謂開心的食物, 現在考一下你, 哪有食物最開心? 開心果, 是不是開心? 你又被那些,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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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下你吃哪種甜, 通常都不是, 好, 一會兒我會講一下, 你知不知道, 有什麼東西是開心的? 薄梨子, 為什麼呢? 有什麼根據呢? 有什麼根據呢? 花青素, 花青素有很多, 就是花青素的, 那, 花青素都不是最令我們開心的東西, 其實呢, 就是遠在天文的眼前, 我身邊有很多這些東西, 不過你不知道的, 第一樣就是香蕉, 這個是營養學供應, 你上網打happy food, 就找了這些東西的, 一大堆, 牛油果, 這些是令我們的腦, 是收到一些營養素, 是它會發出一些開心的荷爾蒙, 開心荷爾蒙的激素, 開心荷爾蒙有四種的, 今天不詳細說, 就是這些, 朱古力是沒有死錯人的, 只不過, 你現在吃的朱古力是很多問題的, 為什麼我們有要求, 要我們的朱古力跟別人完全不同的呢? 第一, 你知不知道朱古力是怎樣? 常常可以這樣說, 就是你出去買到的朱古力, 一定吃壞你, 第一, 所以白糖, 你知不知道, 現在說甜, 白糖是毒品來的, 白糖是毒品來的, 如果不相信, 現在最好的, 免得爭了, 你上網去Google search, 你打, 譬如sugar, 毒品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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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找了這些資料, 白糖令你愚蠢, 愚蠢, 因為腦子是被它破壞的, 令你反應慢, 令你愚蠢, 情緒大喜大樂, 令你無法專注, 現在的小孩為什麽經常有很多問題呢, 又不專注, 又不聽話, 又猛症, 又發脾氣, 很多都是吃白糖吃出來的, 還有呢, 是令你很累的, 吃白糖, 就是這樣, 你說吃甜食令你開心, 是開心一會, 但是我們那些有不同, 我們那些, 就是因為我們有要求, 我們做譬如朱古力, 還有, 朱古力稀不一樣呢, 牛奶, 牛奶就萬千有問題, 現在不說了, 還有需要多一樣, 就是他們那些朱古力粉, 朱古力粉用可可粉朱古力做出來, 是經過高溫的, 記住,記住, 凡是高過200度, 就是肢癌的, 任何東西, 你超過多少個200度, 你記住, 所以炒菜都200度, 你爆東西啊, 炸東西啊, 燒東西啊, 那些全部是過200度的, 現在你買到的食油, 是全部都有幾百度的高溫, 除非它寫明是cold glass, 即是冷壓, 順便又說, 不說大家都不會想到, 我們每天吃這麼多癡癌的東西, 那支癌, 你說我不怕生癌不要緊, 但是, 經過高溫, 它裏面所有東西都破壞了, 沒有了酵素, 為什麼我們要吃生, 就是因為, 我們要拿回那些生命力在那裏, 就說快樂, happy food那裏, 就是這樣咯, 就朱古力這個例子, 所以, 我們吃的朱古力, 就真的會令你開心, 還有很多的, 這些上網就打了一些, 一般來說, 凡是新鮮的水果蔬菜, 就是令你開心的, 就是這麼簡單, 凡是經過化學處理的, 尤其是肉類, 即是說什麼呢, 午餐肉, 煙肉, 火腿, 香腸, 這些是最高危的, 是令你最不開心的東西來的, 達堂也是, 是衰這幾樣, 但是通街的人都這樣吃, 行不行, 你現在去快餐店, 你去茶樓, 你現在去茶餐廳, 吃來吃都是那些東西, 所以每個人都不開心, 現在大家都知道, 我們這個社會, 是很不幸, 是一個低潮那裏, 大家都很害怕, 大家都很煩, 大家都很擔心, 大家都很激氣, 大家都很無奈, 剛剛才, 這些形容其實是沒有錯的, 不只是我講的, 我們感受到的, 那怎麼辦呢, 那由食開始, 什麼叫由食開始呢, 吃一些東西, 長期習慣了, 令自己是開心, 令自己是減壓, 令自己是免疫力增加, 每個人都想的, 是吧, 我們為什麼要戴那麼多口罩, 為什麼要戴那麼多針呢, 我們是想提升我們的免疫力, 我們是想自己不讓外面影響, 那其實由食開始, 這個是最簡單的, 那吃什麼呢, 就是剛才那些, 令到我們的大腦, 是收到真正的營養的, 記住, 現在我們經常都說, 很多東西很有營養, 但是不等於吸收到營養, 是兩件事來的, 我們經常搞錯這件事, 譬如我隨便說, 牛奶有沒有營養, 牛奶是有營養的, 它是有鈣質, 有蛋白質, 隨便說一量, 但是牛奶的鈣質呢, 是有很多問題的, 你試一下, 牛奶是怎麼來的, 你都不是去捉一隻牛, 這樣拿來喝, 是吧, 你是有一個盒的, 你看看一個盒, 那盒寫著UHT, Ultra Heat Treatment, 有些是Pasteurized的, 多數都不是, 極少是, 知不知這個分別, Pasteurized就是巴士消毒法, 理論上它就說, 是70度, 攝氏, 攝氏, 但是Ultra Heat Treatment, 就是千幾度, 它可能是半秒鐘, 或者幾分一秒鐘, 千幾度, 什麼都破壞了, 所有的營養都破壞了, 它做過一個實驗, 一個很殘忍的實驗, 是真事來的, 有隻母牛, 捉了母牛來, 就拿了它的奶, 就將它拿出來的奶, 就拿去, 好像現在我們喝那些, 剛才我說的牛奶, 經過那麼多, 就要來餵給那隻母牛, 那隻牛仔, 那隻牛仔就死了, 就死了, 喝得幾飲就死了, 喏, 你還晚天在喝, 還有呢, 牛奶已經夠慘了, 奶粉更加大禍, 奶粉怎麼來的, 從那裡來的, 從那些牛奶來, 再加多很多很多東西下去, 所以, 奶粉肯定是致癌的, 你說我不喝奶粉, 其實你每天吃奶粉, 你知不知你的雪糕有奶粉的, 你知不知你的班戟那些, 蛋糕呀, 餅乾呀, 甚至可能披薩, 你吃的那些全都是奶粉來的, 全部是致癌的, 為什麼我們會說, 社會是這樣的樣子呢, 用不用這樣的樣子呢, 那麼多人生癌, 其中一個原因就是, 吃出來的咯, 吃到自己是沒有了免疫力, 說回牛奶那裡先, 那些鈣, 那些蛋白質, 經過了幾百度, 甚至七十度, 剛才我說的巴士消毒法, 都已經破壞了, 凡是破壞了的, 我們的身體是沒有辦法處理的, 所以你吃很多蛋白質下去, 那些蛋白質是沒有吸收的, 根本是沒有消化的, 它不可以讓你的身體處理, 你說牛奶喝很多的鈣質, 那些鈣是令你更多的鈣流失, 已經太明顯了, 二十多年前, 他們根據調查已經看到, 飲牛奶最多的民族, 譬如北歐那些, 就骨質疏鬆最多的, 就是這樣, 我們經常都說, 周圍有營養, 其實是沒有營養的, 現在大部份的人, 都是營養不良, 營養其實有兩個層次, 順便講一點點, 一個層次, 就是我們已經知道的, 一個是未知的, known和 unknown, 知那些, 大家都知道了, 我們需要薪, 我們需要維他命, A,B,C,D,E, 我們需要鐵, 我們需要鈣, 我們需要鴿, 我們需要鴿, 吃香蕉, 如果不夠鴿, 你吃香蕉, 你不夠維他命C, 你吃什麼就好, 吃什麼, 譬如吃甜椒, 吃奇異果, 那些是維他命C等等, 這些我已經知道, 但剛才我講, 即使你已經知道, 根本你是吸收不到, 那些已經破壞了, 去到你那裡已經破壞了, 還有另外一個層次, 現在越來越多科學家證實, 就是還有很多營養素, 是在那些之外, 是那些, 一來是很微量, 分量很少, 第二樣是很複雜到, 我們都未知的, 現在你這樣去將那些食物去升溫, 就是整熱它, 就沒有了那些, 所以, 反過來就是, 為什麼吃了生的那些人, 是很不同的呢, 吃生的還是很不同的, 再次有幾多位, 上過我們吃生的那些堂, 武可, 只有Junnie一個, 你上過, 或者你看過那些資料, 你就知道, 簡直是認出來的, 那些人, 他出現了你就知道, 我自己就是這樣的, 三十多年前, 我開始吃素, 後來有人告訴我, 吃素好幾好, 不過不是最好, 還有一些好一點, 那我當然是不相信, 那就了解了, 他說, raw food, living food, 即是, 有生命的食物, 吃生的東西, 就更加好, 那我就去研究, 我很好奇的, 因為我那行, 也要認識很多這些東西, 周圍去訪問, 找資料, 那時候沒有互聯網的, 沒有那麼容易找資料的, 很辛苦, 去到非洲, 去到美國, 加拿大那邊, 見過了西班牙, 見過那些食生的一族的人, 每個人都不同的, 即是, 每個人和我們是不同的, 每個人都很熱情的, 即是熱情不是抱著你那隻, 而是, 很喜歡跟別人溝通, 很好人, 你問他什麼, 他很有耐性回答你, 好健康的, 好多個是, 本來是末期的, 重病的, 吃生吃好了的, 好熱情, 好熱心做事, 好有愛心, 好做什麼呢, 是眼仔精精, 是好鬼精神的, 還有一件很特別的, 原來凡是吃生的人, 看他的年齡, 比他真正的年齡, 是差二十年的, 你看他三十歲, 其實他是五十的, 就是這樣, 如果我兒子, 我兒子三十幾, 我七十三, 如果我兒子現在在這裏, 分分鐘你以為他是我哥哥, 他不是吃生的, 他老成小小, 因為他是做老師, 很多人訪問過, 那些吃生的人, 問他, What's bad about raw food? 吃生有什麼不好? 他們個個都回答, 吃生沒什麼不好, 只有一樣的, 就是個個都說, 我老公是我老爸, 我親耳聽過不止一次, 在我身邊, 就是這樣了, 就差二十年, 就是樣子差二十年, 就是樣子差二十年, 還有精力是完全不同, 我生了生之後, 其中一項最容易證明的, 你問我團隊就知道了, 我們一起出差, 到處走的, 跑碼頭, 他們沒見過我高鐵黑暗墳, 他們沒見過我在搭飛機黑暗墳, 他們沒見過我在機場後期室, 你知道的, 等幾個小時, 他們個個都會睡覺搶我, 由早到晚, 我踩十七個小時, 是完全沒事的, 去完幾日, 什麼營, 搞了幾日, 他們又說, 又累又什麼, 我又叫做這樣, 好, 說了這麼多, 大家都可能不覺得, 是不是真的, 什麼樣子, 我就想證明給別人看, 十年, 沒有村沒有爛, 還是這麼生猛, 是可以的, 其實這些是一樣的, 就是全世界所有動物都是吃生的, 只有哪些動物不吃生呢, 只是人, 還有我們的寵物, 剛剛才, 這些狗狗貓貓, 魚都是一樣的, 你只要給牠吃生的東西, 牠的寵病就好回來, 就是本來死就死, 你給牠生, 牠未必肯吃, 因為牠習慣了吃熟的東西, 已經是, 但如果肯吃, 是好回來, 就是這樣, 最明顯的是這一樣, 我們本來的身體是設計來吃素, 我們身體本來就是設計來吃生的, 你沒有想過, 所以, 長江的結論也是, 在現在這個大時代, 如果我們個個都想健康, 想青春, 想有活力,想精神, 你要懂得做, 其中一樣就是由飲食開始, 就是不要吃到自己那麼累, 不要吃到自己那麼猛疹, 不要吃到自己那麼殘, 但就是這樣, 整天都講免疫力, 最好免疫力就是吃生, 最後一件事給你聽, 哪位, 現在是五月, 六月了, 哪位今年五個月, 加上去年, 十幾個月, 請舉手, 未告過病假, 很多啊, 所以來到這裡, 哪位是過去十年未告過病假, 過去十年未告過病假的, 嗯, 恭喜你, 恭喜你, 我現在就, 蛤? 沒有錯啊, OK啊, 好可憐啊, 病我死了死了, 都要上班, 有哪位是出道到現在, 即是由畢業出來做事到現在, 未告過病假的, 請舉手, 我都很想訪問多幾位, 在我電台那邊, 今天你有限認識到一個, 阿祥哥五十三年前, 出來做Full Time, 五十三年來, 未告過病假, 你問我這些同事就知道, 他們都跟了我這麼多年, 食生的人會不會病呢? 會的, 會的, 人是需要病一下的, 病是一種排毒來的, 但是, 病法是完全不同的, 流行性感冒那些, 久不久你都要發燒的, 久不久你都要留下鼻水的, 是減下的, 但是食生一早, 很快就沒有了, 人家要五日, 我們五個小時就差不多, 還有那些傷口有什麼呢? 跌傷或者什麼呢? 就是復原快很多, 我自己都經歷過很多這些, 就是很明顯, 身體是去回真正健康的狀態, 尤其是免疫力, 這些我從來都沒怕過, 我想都不用想那些東西, 如果你是真愛自己, 就是吃點事情的東西, 由今天開始, 多謝大家。